1982年,四川一解放军去商店卖相机,却惊动当地民警,公安局局长亲自出面将其缉纳归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82年,一名解放军军人来到商店门口卖相机,可还没等到客户付款,就遭到了四川省浪中县公安局局长的问候,随行的两名工作人员更是直接将这名解放军押回了局子里。 审讯室内,不论民警怎样询问,这名解放军就是不愿开口说话,在后来的调查中,大家才得知这名男子惊人的身份。 点个关注,和我一起探索这名解放军的故事。 1982年6月21日,四川省宝林镇浪中县公安局大院内出现了一名惊慌失措的女人,只见女人一边往局里奔跑着还一边大声喊道,有人假冒军人,一定要严查呀。 此话一出可引起了民警们的高度重视,毕竟冒充军人怎么说都是个不容小觑的罪行,随后在民警们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当地局长亲自出面,将这名假军人缉拿归案。 在这里我们先将时间线推回到几小时前。 6月21日的中午12点左右,身着军装的李士逸走在浪中县的大街上,在环绕一周后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其中的一间商铺,而上文提到的报警女子正是这家商铺的收银员,我们暂称女子为收银小李。 而李士逸在刚踏进店门时便很有礼貌地说道,不好意思女士,午休时间打扰您了。 小李抬头看着眼前这英姿飒爽的男子,不仅身着军装,左胳膊还夹着个军事公文包,惯有的职业光环,使得他不禁立刻肃然起敬了起来。 再说,又有谁能够拒绝着长得帅懂李茂又一身正气的男人呢? 随即小李也客气地回道,同志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听了这话李士逸没多犹豫,相其说明了自己是四川省解放军某某部的军官,这次是来这边出差,但公文包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偷了,就连公文包里所有的身份资料,证明和钱款粮票也全都被洗劫而空。 正当小李对此深表同情时,李士逸指了指公文包内装的一台照相机,并说道,我打算将这相机卖了,以供我返回部队的差旅路费。 说吧,李士逸将包里那台价值不菲的相机递在了小李的面前,小李一见这宝贝顿时两眼冒光,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大老板对相机情有独钟,若是能将这相机收来,一定会得到老板的赞扬。 于是小心向李士逸试探了相机的价格,谁知李士逸却说,你看着给吧,我也是因为遇见小偷了,若不是急需来回路费也不会将相机卖了。 一听这回答收音小李瞬间开心坏了,连连点头,拿着这相机爱不释手,随即便让李士逸拿出介绍信来,商量好价格便可成交。 在这里还要和大家科普一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物资缺乏,供不应求,为此国家制定了明确规定,参与买卖商品的商业活动必须评票购买,卖方或者买方都必须出具相关身份证明以及介绍信,否则很容易被人举报为小偷强盗。 小李在商店工作也这么久了,这么个基本规矩还是知道的,可谁知李士逸一听介绍信,便面露男色了起来,接着用祈求般的眼神望着小李说道,这次出差,我有任务在身,现在只想用这个相机换点钱,支撑我完成下面的任务,再顺利回到部队,你看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呢? 正当收银小李犹豫不绝时,李士逸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般,直接将军大衣卸了起来,向小李展示了自己佩戴在腰上一把崭新的军枪,这可把收银小李可吓坏了。 连忙摇手示意李士逸将大衣放下,同时小李的心理状态在这时也发生了变化,他思考着是不是自己太死板为难了眼前这名解放军同志,可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手续,是一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或者是介绍信的。 李士逸似乎看出了收银小李的犹豫不决,于是再一次情真意切地劝说着收银小李,不停地向小李解释着这台相机的来源没有丝毫问题,属于军队正规物品,自己已经身无分文,只希望能够换些钱供他的来回路费。 那么小李最终是如何抉择的呢?谎言被拆穿,民警们开始查询李士逸的真实身份。 哪一个百姓不对保家卫国的军人有着天然的信任感呢? 小李也不例外,此前想去他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将这台相机买过来,这样既可以省去介绍信,也可以帮助李士逸的困难。 对于这个办法李士逸也当即表示赞同,可正当两人准备进行交易时,隔壁供销社的小林走了进来。 虽然商店和供销社不是一个单位,但大家都在同一条街道上,来来往往也都相互熟悉了。 再加上小林对小李平日的照顾有加,两人也可以说关系非常不错了。 进门后的小林在看见小李手上拿着台价值不菲的相机便觉得新奇,凑了过来询问这相机从哪弄来的。 收音小李也没有多加掩饰,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林,谁知小林听完心中一阵波涛汹涌。 小林虽然不是军人,但因为家中好几个兄弟姐妹都和部队有些关联,自己的弟弟也在军营中参军,自己对部队中的规矩也稍稍了解些,但就小林所知道的,部队中是有明文规定的,在外执行任务时,除非遇到穷凶极恶的歹徒,否则是不允许露出枪支的。 这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一来是因为枪支的危险性太高,怕擦枪走火,伤害到无辜百姓,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警察,军人的枪支一旦露面,很容易引来不法之人的觊觎,早在之前就出现过几次军人枪支被抢事件。 结合以上,小林当集队这名男子的身份有了疑虑,他仔细观察,这男子的话语,动作等方面不像长期待在军队,很熟悉军队作风作派的人,心中不禁又产生了疑问,难道是刚入伍不久不熟悉军队的规矩? 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又怎么可能外出执行任务呢? 虽然这时的小林对眼前这个疑点重重的男人已经极度怀疑了,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装作一脸轻松,表示自己一直想买相机,也想要看一看,合适的话自己可以出价购买。 李诗益一听开心坏了,立即将相机递给了小林。 这个相机是最新款,保养的也很好,九成新了,你预估的价格是六十块,我可以给到你八十块,你直接把这个相机卖给我好不好? 小林一边把玩着相机,一边自然地问道,但事实上小林并不是真的想要这相机,而是想利用这一办法,先将面前这位解放军给稳住,毕竟眼前的这个人身上可是佩戴着枪支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危险。 本对小林没抱有多少希望的李诗益一听,当即点头答应,但这时小林却话风一转,洋装懊恼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表示自己的钱没带够,想让李诗益和自己一同回到供销社,将钱给他补齐。 此时的李诗益以为钱财就要到手,忘乎所以地再一次答应了小林的要求。 与此同时,小林对着一旁的小李使着眼色,还用口型告诉小李,这人是骗子,去警察局找警察。 所以,在小林带着李诗益走后,小李便火速跑到了警察局,也就有了视频开头为大家讲述的那一幕了。 在随行的两名工作人员将这名解放军押回了局子里后,在审讯室内不论民警怎样询问,这名解放军就是不愿开口说话, 而在后来的调查中,大家才得知这名男子惊人的身份。 真实身份被警方查明,冒充解放军战士最终被判处死刑。 派出所的民警们其实本是先将他带到服务厅内想让李诗益说出自己及部队的基本信息, 这样的话在系统中核队完毕之后,就能够帮助这位同志回到自己所在的部队, 可谁知无论怎样李诗益就是不开口说话。 最后还是民警们找到了李诗益身上佩戴的枪支的编号, 才发现这把手枪是四川松攀的一位镇长名下的。 四川松攀因为地区特殊,有很多少数民族治安不稳定, 可能会威胁公务人员的安全, 所以那里的高级干部都会配一只手枪用来防身。 而联系镇长后,据镇长所述,是前段时间刚刚认领回来的孩子, 枪支丢后这孩子也丢了,也就猜到自己是被骗了。 最近几天也在寻找这孩子的下落, 听到这里的民警也再次肯定这名男子不是军人的事实。 于是民警们根据李诗益的外貌特征, 最终在公安系统中的通缉犯里找到了他的全部资料, 又立刻将李诗益的指纹和通缉令上指纹进行比对, 发现这男子正是潜逃的李诗益。 而李诗益原是湖南安江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员工, 那时候的李诗益有工作,有女朋友,看似生活幸福, 但却因为一次他发现怀孕的女友和一男子纠缠不清, 一怒之下,杀害了正处于孕期的女友。 就这样杀人之后的李诗益便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 在机缘巧合下得知四川镇长在寻子, 而自己的年龄与外貌特征又正好与镇长丢失的孩子相像, 于是便骗过了镇长冒充了他的孩子, 偷走了他的军装和枪之后,便了无音讯了。 李诗益凭着这身军装到处招摇撞骗, 骗了别人不少的钱财, 包括文章开头的照相机, 也是他利用军人的身份骗来的。 不过好在天网灰灰, 殊而不漏,1984年, 李诗益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